原创,历任军事,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尤其是海军力量的跨越式增长,中国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在国内,海军装备的发展成为了街头县尾老百姓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些备受中外关注的武器中,我国的新型常规潜艇039B成为了大家嘴里的常客,经常拿来与世界各型常规潜艇比较,例如,苍龙级,短齐缩鱼级,214型等等先进的常规潜艇。 本期,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的039B与德国的214型潜艇两者之间,各有什么特色? 039B型常规潜艇是目前我国海军公开的最先进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也是我国的大型AIP潜艇。 该潜艇的服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目前和动力攻击潜艇不足的情况,是我国唯以重任的主力作战潜艇。 首艇于2013年年底下水,214型潜艇,是德国在209型潜艇上加装AIP仓段,并进行相关改造研发而形成的一款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其设计同时也借鉴了大量212型潜艇的相关设计思路,214型与039B一样属于AIP潜艇,首艇于2001年1月下水,目前销往多个国家,外形比较。 039B型潜艇与039A型潜艇一样采用了水滴线型艇体,但039B采用的是长水滴型设计,也就是说艇体经过加长,内部空间增加。 039B型潜艇改进最大的亮点在于对指挥卡维壳进行了三元流体线型设计优化,挺部更加平滑,阻力降低,噪音降低,抑制的波流产生,从而提高了潜艇的安静性能。 039B最为称到的是其停体表面,非常的光滑,便于降低噪音,214型潜艇和039B类似,同样为水滴型加长结构,214型的停手成圆盾状,类似雪茄,指挥台为壳未流线造型,同时后部倾斜。 与039B一样采用停尾尾舵为十字舵,与039B一样,214型艇体进行了光顺设计,表面开口极少。 在外形上,039B一样,214型的设计都使用了最新的潜艇设计思路,两国的停体加工水平可以说各有千秋。 性能数据,039B型艇长66米,挺高8,2米,其最大下潜深度300米,水下排水量2200吨,最大航速18节。 如果以16节航速行进行,最大航程为8000台里,自10米60天,039B采用双合体设计,挺原编制38米,214型停体平常65米,挺高6,3米, 耐压停体直径,最大下潜深度400米,水下排水量1800至1980吨,最大航速20节。 如果以4节航速行进行,且使用通气管的情况下最大航程为12000台里,039B不使用通气管的最大航程为8000台里,自实力84天,挺原编制27人。 从数据上看,039B的排水量要大于214型,同时在航程上要优于214型,从体员编制上来看,214的自动化水平会好于039B型的动力机能。 039B型潜停动力采用的是AIP系统,使用的是从未引进的斯克林发动机。 039B型装备的斯克林发动机经过了大量的国产改进,其性能非常优秀,国产改进型斯克林发动机的功率可以达到163千瓦。 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优秀的发动机可以充分满足039B潜停水下缓慢航行和为主电池充电的要求。 214型潜停采用的是柴、电和燃料电池混合推进AIP系统,使用两台德国MPUL6V396柴油和PVM质子交换磨燃料电池。 相较于039B,214型AIP系统属于新一代AIP技术,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40千瓦。 噪音水平,039B型采用了系统的降噪技术,停体辐射了销声瓦。 039B型使用粘贴的方式使得挺身更加平滑,其辐射水平达到了世界一流。 上文讲说039B型指挥塔经过了流体学优化后,水下航行噪音显著降低。 同时,039B采用了伏法减震系统,进一步提高了潜停的静音能力。 外媒估计039B的静音性能为110-115分位之间,214型潜停采用了各种先进的设计技术来降低潜停的噪音。 其外形光滑,停体外形流体动力学设计优秀,航行中的噪音得到了很好的抑制。 214型优化了挺用设备布局,所有设备均安装在弹性机座上。 同时,燃料硬池AIP混合推进系统极大的降低了噪音的产生。 螺旋羊采用大侧斜低噪声设计,所有的措施都是得214的噪音水平非常的低,达到了110-115分位之间。 与039B相似,武器装备。 039B型的武器装备包括鱼腹6核大型线导鱼雷。 重型线导鱼雷采用了三级调速,最高速度55节每射程39公里,最低速度30节时60公里,鱼腹6航速超过50节时射程仅仅为25公里。 在039B上,还配备有H3M54E反舰飞弹和国产鹰基附18强射巡航飞弹。 通过鱼雷管发射,214型潜艇武器主要有8区,自航式鱼雷发射管可发射的各型鱼雷,例如,黑鲨重型鱼雷,该鱼雷最高航速超过50节,航程依旧可以达到50千米。 性能优异,该鱼雷在希腊购买的214型潜艇上装备,214型同样可以发射于XAGM84反舰飞弹,目前还没有刻意发射巡航飞弹的信息。 通过上述罗列的数据,我们发现,我国的039B与214型相比,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追赶,有的地方有所领先。 可以说,我国的潜艇要想独领全球风骚,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 039B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我们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它不一定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常规潜艇,但其依旧可以与他国先进潜艇比较高。